賣場內大牌長龍 民眾早起全要搶買快篩試劑 時點開賣 不少人提前兩小時就來排隊 8點 6點40分就發牌子了 因為真的是很亂 8點20幾分左右 藥局啊 都有問過 然後就是缺貨 所以很大很亂 民眾大牌長龍苦等快篩 讓民怨衝天 頻頻媒體報導 蔡總統因此在中常會震怒 要求行政部門大量且多元 進口快篩試劑 總統一直在快篩上面 有表達他的關係 我們一直都會想其他辦法 從一個禮拜前 市民就跟我們反應 買不到快篩試劑 新北市人口這麼多 數量又這麼少 給他算一算時間 要花一張進一個月 不少民眾痛罵政府 先說要與病毒共存 在全台20萬人中招後 總統才在民進黨中常會 喊要大量進口快篩 實在很扯 那本來就是個演戲 為什麼蔡英文 之前都不講話 到現在才突然間說 說法好像蔡英文總統 體恤民情因敏銳之錯了 那是因為民進黨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安排好了 廠商都確定好了 所以這時候再告訴你 假裝告訴你說 我要大量進口 台灣防疫物資狂缺 看看各國 美國一口氣送給民眾五億劑 英國每人每週 可以拿到兩份免費快篩試劑 法國則免費送快篩 給十二歲以下孩童跟醫護 香港只要申請也能拿到快篩 但台灣不但得排隊用一百塊買 市面上價格還衝到三百元 陳希中說 若價格太低 或政府給免費的 怕大家囤貨 快篩機可以當換吃 是他的捅皮子捅得很爽 一捅了就有快感 那除了他是變態的家伙 當全世界缺口罩 台灣人排隊搶口罩 當全世界沒人缺快篩 台灣人照樣排隊拼命搶快篩 快篩是亂 方心未愛 記者 楊七號李璇 台北報導